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时代的频道 我是刘文杰 我旁边是全国政协黎洞国 黎sir 今天会继续和大家聊聊天 今天说些什么 都想和大家谈谈疫苗问题 黎sir真是令我羡慕有妒忌 因为黎sir刚回了深圳 打完第二针的国药 然后回到香港 究竟打完针的情况是如何 未来日子会否有尽快接种疫苗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说 亦是关于疫苗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那方面 台湾那方面是说他们没有疫苗 是关于中国的事情 虽然他们是台湾省 我们是中国的台湾省 但是有些是否可以 赖到我们那里呢? 赖到我们那里呢? 待会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文杰新时代的频道 记得点击铃铛 大家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段影片 好了 我们就来聊聊天 黎sir 你也好 你等完个月了 我安心说 今天28天 打了两针 再过了两星期左右 在正常情况下 我身体会有足够阻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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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如果长者身体适合的话 我建议大家认真考虑接种疫苗 黎sir 你刚刚打完疫苗 现在过了几个小时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上一次第一针也问过你 第二针也问过你 一点也没有 这次针刺了在手臂上 也不觉得有针刺了 我找到两张记录 因为每一次打完之后 他也有一张记录 说明是谁打的 原来也是那个匯士打的 这次真的很手势 直接刺下去 完全没有感觉 打完针之后 必须人都要做这个步骤 不可以针 30分钟之内 要坐在他安排给你的地方 要休息30分钟 然后看到你30分钟之后 也不认可 你才可以开 不过他还要再三祝福 这几个星期吃东西 不要吃那么肥腻的东西 不要做那么多剃烈的活动 一切都没有时间 也很好 不过下周二可以上网上网 登记 科兴疫苗 星期五是第一日的接种 希望大家热烈地登记 全香港都有很多接种中心 希望大家登记之后 大家都求个安心 不要整天挂心 会不会中招 会不会中招 会不会很大事 希望大家尽回自己的责任 保护自己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疫苗问题 如果有国药来香港 当然是最好的 疫苗当然越多越好 现在全世界都在趁疫苗 所以今次我们拿到100万 即是有50万个香港市民 可以接种 因为没有人要打两次 所以我呼吁大家 大家打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你打了第一针 需要切记切记 你何时要打第二针 因为现在这些疫苗 是必须要打两针 第二针是加强剂 要打完第二针之后 你的身体才能够 产生足够的免疫力 虽然我们知道 内地已经接近完成 研发了另一种新的疫苗 打一针就可以了 打一针就可以了 在外国亦有一种疫苗 是亦打一针 如果打一针的疫苗 能够紧急使用 这个情况又会好很多 因为根据过往很多研究 就显示出很多人 打这些疫苗针 如果要打两针 打完第一针 就会回到第二针 可能不记得了 是的 各种原因都有 但如果你不打第二针 身体的保护力是不足的 所以为什么他要分开两针 给你打 他不可以一针 对他全打 因此希望大家切记 当你打完第一针 现在政府会约上你 你什么时候会打第二针 第二次一定要准时去打 否则 对自己的力量就会减低了 其实民意的频道里面 都有不同立场的人 如果不同立场的人 不要紧 这单疫苗是我们所有人 对自己的责任 不是对什么立场的人的责任 所以在今个月的月尾 也有第二针 Biontech 是德国的疫苗 就是用一些 较先进的技术做出来的疫苗 如果大家不喜欢 传统的灭活疫苗 或者不喜欢 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疫苗 不要紧 我们政府很安排 我们有其他外国的疫苗 给大家选择 所以都希望大家 什么立场的都好 麻烦大家 为自己着想 都打一打疫苗 因为打疫苗 第一是保护自己 对 你保护自己 亦变了自己安心 对 同时 亦帮助我们的医护 因为如果病例 是相应能够减低 我们医护的人手 工作的压力 就会降低 所以他们能够更加集中精神 去医治其他病人 不一定是新冠 因为现在新冠疫症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传统疾病的病人 他们因为优势问题 所以他们接受各种治疗 就要相应 退后 对 因此 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链 所以我们打疫苗 不单是帮助自己 我们更加帮助香港整个医疗体系 亦都能帮助香港各行各业 都要受到各种限制 要关门 或者减低营业时间 一台只可以四个人 各种经济活动都在近缩 今天才刚刚听到 我们西部罗已经去到辰了 数字是非常大的 那边的行业 当然比较高很多 有很多市民是首庭 口庭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抗疫战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 而香港每一个市民 如果他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特别 可以承受得来的 我非常鼓励大家 去接种 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的家人 帮助自己的朋友 帮助港大的市民 帮助整个世界 就是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没错 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 我们更加可以安心出行 大家记得同一时间 都安心出行的apps 如果大家发现一些 最新疫情的资讯 都可以我们香港政府 立刻通知大家 说完香港政府之后 就谈谈我们台湾省 我觉得台湾省出了笑话 就是台湾省自己 疫苗好像拿不到 接着他发了一份 就说 打乱了疫苗计划 是被谁打乱的 不是台湾自己打乱 而是被中国打乱了疫苗计划 怎么搞错 李Sir怎么看 很简单 因为疫苗自己没有生产 他需要去买 对 在市场上买 你便找个总代来买 但似乎他不是找个总代来买 是 他直接抛药厂 叫药厂直接送货给他 大家都知道 现在你做生意一样道理 我们来香港买货 那当然是代理 代理是获得厂售权 你只要找厂 那是否会遇到这些问题 对 这些事情 其实台湾想买疫苗 他想买Biontech的疫苗 这是德国研发疫苗 但Biontech就和伏星合作 伏星是大中华区的总代 总代理的意思是 大中华区所有地区 如果拿疫苗都应该要透过伏星 他就做一个龙头 去帮忙做分配的工作 现在台湾所做出来的事情 他们跳过了中国这个地方 也跳过了伏星的总代理 然后向德国直接说 拜托我给你钱 你给我们2千万剂 结果德国说 我不可以就这样给你 因为我有个代理 我不可以跟我的代理 我不理行合约 所以如果你要的话 拜托你要问总代理 就是说我们的伏星去拿 我看完这些新闻之后 我发现一件事就是 原来我们买电话 就说可能有水货 原来疫苗也有地方想拿水货 疫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怎可以给你水货 因为这个Biontech 它的储存要求是很高的 是的 因此总代理是有一个责任 它要将疫苗 妥为储藏 妥为运送 妥为分发 它不是就这样收了你的钱就算了 它要提供一个符合医疗标准的服务 否则的话 那些疫苗在中途运送期间 分发期间 产生了什么问题 哪个负责 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香港政府 买Biontech的疫苗 都是靠这个总代理 它要一条路 做完这些服务 直至到用家的手中 然后才将它息息 去打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所有新冠疫苗 都是物以罕为计 全世界都欠缺足够的供应 在这个严峻的情况下 一个有效统一的分法 是更加有利于将制造出来的疫苗 是用不到发挥到最高的效率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 不要浸入一些其他政治理念 的思想 很多东西都会做到 但当你浸入其他东西 结果不跟着正常的规矩 就一定会有些问题 生生了退 也是牺牲市民 大众 会不会台湾最终 不能打蝌苗 我相信不会 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卖到 因为现在除了Beyond Tech之外 还有其他品牌 现在世界各个有能力 他们都是增双满样去研制 不过现在就有几种 已经成功研制了出来 可以用得 这样的意思 我相信再过多一段时间 就会有更多疫苗可以上市 也希望全世界各地区 都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 取得足够的疫苗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疫苗是我们救命的最有效的 没错 我再说 台湾那边经常说 不要中国疫苗 但他们又参加了 世卫的疫苗计划 首先是他自己 拿不到疫苗 现在就很肯定 即是他有机会 等世卫分法 和中东的国家一起拿疫苗 很大机会都会分发中国国产疫苗 他到时是否打 他现在实日实施说不打 那怎么办 到时看他如何转态 都是变造转态 你一定会转态 如果你没有的时候 我又不相信他不要 为什么呢 人民的生命是最宝贵最重要的 是 没错 有什么不同的政见 是另外一件事 我绝对不相信他不要 等他自己扭态 看看扭成如何 好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 在节目完结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赞好留言订阅文艺新时代频道 记得按铃铛键 大家就不会参加任何一段影片 我们下次再来聊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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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